中家寬平與台師大合作來到台南市德光中學 舉辦媒體素養教學活動 當中除了媒體試讀課程 更將一款媒體素養桌遊標新立義帶入校園 向學校老師做推廣 今天的桌遊主要是跟師大跟中家素養集團 台南雙子星一起合作的桌遊 然後我們來這邊推廣 然後他的桌遊名字叫標新立義 主要是說你可以透過下標題的方式 然後還有一些新聞的資訊 來做一些下標題 然後還有新聞查核的桌遊這樣子 那我們會透過下標題的過程來學習說 記者跟查核記者是怎麼樣來學習 使用數位工具還有資訊來做一些查核的事情 高中端有這樣子的一個媒體素養的教學 其實是非常非常好的 由於是現在我們台灣 其實面臨到這些假訊息也好 或是相關的這種比較 這種怪怪的新聞都出現了這樣子的一個時代呢 有這種高中啊 國中教育啊 甚至是有這種老師有這樣的一個學習 對我們大學教授大學端來講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合作 而且是一個會非常非常好的一個 互動的機會 藉由桌遊互動讓老師們更好理解媒體素養 未來也能規劃相關的課程 將正確的媒體素養觀念帶到課堂當中 提升學生的媒體素養能力 其實這個桌遊提供了很多的新聞的 但是裡面沒有很多的訊息 那依照我們每一個人的sense 然後去判斷 但他也會有些提醒 那我覺得其實也讓我們去看到 現在的媒體裡面有可能會出現的狀況 那這些狀況其實我們每天的新聞 每天的報紙 每天的網路上其實都會出現 所以那個對這些新聞的sense 我覺得這是一個教學很好用的一個媒材 去年中家寬評與台師大就曾經合作 推出假新聞茶盒以及媒體禁用權 這兩套桌遊主題 更舉辦過世界咖啡館 工作坊等等 為台灣推動媒體素養教育而努力 希望讓社會大眾藉由遊戲 能夠真正學習到媒體素養 記者楊順懷 台南採訪報導